工程人員發現修補好的路面 怎麼又有裂痕出現 拿三角追封鎖現場 後面右下角的地方 首先開始塌陷掉下去一點點 沒想到周圍也慢慢凹了下去 越闊越大 變成一個大坑 現場往日電影中 隕石撞擊現場 才剛重新鋪好的博右路面 裂成一塊一塊 工程人員緊急朝人孔蓋底下灌漿 避免凹陷情況持續惡化 我們從制高點看 這一次塌陷的範圍 是前一天天坑的好幾倍大 迫及到整個路面 甚至裂縫還延伸到了 兩旁的民宅 這次的塌陷範圍 比前一天更大更廣 且從中間凹下去 黑色的縫隙一圈又一圈 一直延伸到 明天前的人行道 都能清楚看到有裂痕出現 這次的塌陷範圍 約25x15 深度約2.5米 比前一天 僅1.5公尺寬的天坑 大了十幾倍 初判定是地下污水管有漏水 前一天天坑漏水的位置 是在315號前 這一次則是在311號前 發現漏水點 由於氛圍更大更廣 是否緊急封鎖道路 南京西路上 西從環河北路 東至西陵北路 約150公尺左右 雙向封閉 目前已經掌握 確定就是在 深度比較深的 衛工館 污水管這邊有破損 所以我們也即刻的 先做了分管 就是這一段 我們接下來就要把它廢止 目前確定約7米深的污水管有破損 已經先做了分管 會將破損的這一段廢止 居民難免擔心住家安全 就怕這個洞 還會越補越嚴重 TVB宣傳 明明幾小時前才剛開放通車 怎麼過五個多小時 再次出現大洞 因為最底下的那個衛工館 我們研判它是有破洞的現象 所以破洞的現象 它也會把那個底下 大約7.5米深的那個位置 的那個土壤帶走 因為有潮汐的問題 那一個區域的混凝土 也有可能會被帶走 天坑地面下 它至少有兩條衛工館 比較表面的管線 至少有十條 包含中華電信 自來水污水管等等 而現場距離淡水河不到50公尺 潮汐變化也有影響 台北市的天坑 在灌江回田之後 竟然在10號的清晨再一次的坍塌 原因就是因為管線出現了破洞 而現場可以看到 他們必須要先把這個路面給清除 才能夠找到孔洞破裂正確的位置 台北市南京西路河櫃的街口 8號晚上11點多 出現1公尺深的天坑 到9號晚上8點燈向通車 深夜11點多 施工人員發現有裂縫 10號凌晨1點多再一次攤房 但對於兩側的住家來說 家門口已經是這三個月來 第四次攤房了 怎麼有辦法安心住在這 你目前看到的情形來講 並沒有發現說旁邊的林房 有明顯的傾斜或者呈現 其實在持續觀測之中 那一般是超過兩百分之一 就會做一個警戒的動作 天坑兩側超過百戶 擔心有安全疑慮 住家門口中上請渡盤 自動化的每5到10分鐘 就會把資料上傳雲端 一旦發現數字異常 就會要求撤離 否則一旦連房子都被天坑吞沒 恐怕不是花幾天灌漿 就能夠處理 TV新聞黃金國在賣台的報導 南京西路因為路面塌陷的關係 目前也暫時停止供水 那可以看到在旁邊的西陵北路上 有小吃店 咖啡廳 以及這個材料行 甚至是還有商旅 那再遠一點就是這個敵化街商圈 店家都很擔心說 再將停水下去 生意會受到影響 我們做生意來講 我們就是以賣水為主 那就像你知道現在夏天 你知道馬桶總是要衝 就會造成很多困體跟煩惱 它現在好像是說 沒有一個確切的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也很緊張 那房東也不會因為這個問題 就不算房租 這都我們自己要吸收 我只不方便很害怕 因為我們家這邊 我因為在狀房 我又住對面 兩邊都 剛好那個大坑洞在兩邊的中間 兩邊都怕 受停水影響的住戶 一共有108戶 周遭臨近永樂市場 以及大稻城碼頭 台北市自來水處 10號上午9點開始 會在南京西路301號 以及325號 各設置一個臨時供水站 給民眾使用 北水處表示 供水會直到管線修好為止 而南京西路整修工程持續進行 雙向封閉 周邊道路 也派六名一交 分別在環河北路一段 西寧北路 以及貴德街口指揮交通 滿不方便的 因為平常都騎裡面那一條 都等一個紅綠燈 由西大稻城煙火上周 才開始舉行 為期兩個月 碼頭附近的水門 已經有實施交管 這回又因為道路塌陷封閉 可以走的路線又少一條 交通恐怕更加擁塞 TV新聞高子有黃靜芬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臨時營 北路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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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